現在在說三道四的 罵藍罵綠的 我覺得這 我個人認為這只不過是 他在累積他2024要競選總統的一些聲量 我覺得柯文哲市長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將來去領導國家 當所謂的總統的話 那你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恐怕中華民國就給你做到亂七八糟了 今天柯市長召開這個記者會 所有的指控 那我都認為 他是個人情緒的一種宣洩 議會做成這個預算通過案的時候 你如果對這個議會的決議案有意見 你要譴責廠商也好 你對藍綠有意見 你應該在第一時間你就發表譴責 但是沒有啊 你等到選後 才在做這些無謂的一些意見的發表 他在最後在選舉 大家在正忙的時候 他在選前的一個禮拜 才提出這個復議案 那讓人覺得根本就不光明磊落 你的任期還剩下幾天 這個件事情本來就是讓下一屆 下一屆的市長來處理啊 那你現在在說三道四的罵藍罵綠的 我覺得這 我個人認為這只不過是 他在累積他2024要競選總統 的一些聲量 我覺得柯文哲身為一個市長 這樣無地放屎隨便指控 已經進入毀謗所有藍綠議員的程序 如果今天有人要去告他公然侮辱 公然毀謗的話 我想這個罪名是可以成立的 我就給你做到亂七八糟了 柯文哲市長 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實在是非常的不及格 而是有所謂的 感谢观看